我是大學生 身邊有很多同學跟我有一樣的問題 多數人真的怕戰爭 我也怕戰爭啊 要用也不真實用 不過也願意承認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因為我們沒有被中共統治過任的一天 我告訴你們一秒都沒有啦 也沒有給他繳稅半毛錢 哎呀一分錢都沒有 不要說半毛 半毛還是50分耶 對不對 One cent都沒有 但對民進黨疑慮在 既然台灣都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對世界宣誓又合法 就跟我們知道太陽從東冰出來 那國小自然課也會教跟講 公開場合沒有不能說的疑慮 請問證明為什麼不能言順 哇 你說得很好 我贊成你的說法 不過你又知道 我們隔壁那些是小的 有時候我們要避免一些狀況 贏比較要緊 贏理智 適當時機再來贏面子 這才是我們要的 所以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現在的名稱叫 中華民國 要跟大家說 我們在情感各方面的時候 我們也需要理智來評論 情感跟理智的一個balance 是很重要的